各位法師慈悲 各位學員 各位領友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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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放账 首先來回答一個問題 遠位領友 遠位學員提問 說現在有在提倡這個人死了之後 就是撒账 或者是樹账 或者是執障 以往都是墓葬 再來就是骨灰禁塔 現在人口多 地方小 所以政府也提倡這個撒账 樹账之類的 那假設已經樹账 或者是撒账的話 那沒有骨灰 那這個排位要放在哪裡 是要放在那骨塔 還是放在這個寺院 這個排位就不用放在那骨塔 那骨塔是放這個骨灰的塔位的地方 那假設我們家可以放的話 那就安放在我們家 早晚上香 人肉煉火回向 那不然的話呢 這個排位可以放在寺院 給寺院幫我們供奉 而且寺院呢 它天天有在誦經 做早晚課 也有在思食 每一點呢 清零 中元 或佛菩薩日 做這個法費 也都會回向 所以排位家裡 哪地方放就放在寺院 甚至如果要放骨灰的話呢 也盡量選擇寺院 剛剛講的寺院有在做早晚課 有在做法費 那如果我們現這個時代 尤其是我們任佛人啊 最好呢 是這個撒上 古灰 某種粉 然後撒在一個地方 做這個 發掃樹木的這個肥料 與土地同化 不必留一個這個東西 跟人家佔一個位置 同時 時代不一樣了 怎麼不一樣呢 現在是少子化的時代 是地球村的時代 而你一旦長大的話 都各地南北或外國 其他地方去創業 成家立業了 那麼幾十年或百年之後 這個骨灰呢 往往都沒有人在祭拜了 可以說都是這種現象 那麼我們是神是要往極樂世界 不可能執著這個骨灰 所謂守屍鬼 不可能這樣 如果這樣的話 還繼續輪迴 所以我們要有這個觀念 與時俱進的觀念 就是說我們的觀念要 要配合這個時代 趕得上時代 就盡量撒賬 撒賬 因為我們都要到極樂世界 我們不執著骨灰 不執著這個環境 也不執著這個家庭家人 因為有所執著的話 就是所有輪迴的恩 那我們到了極樂世界 我們就有六種神通 要來來去去 那是自由自在的 甚至呢 也不用排位 因為 自敗 操賤 因為這個人 還在六道裡面輪迴 甚至是在三二道 才需要做法會來操賤 那我們不是 我們是要往極樂世界 那假設我們的親人 他沒有任何往極樂世界的話呢 或許會有所執著 有所執著 那麼事先就要溝通好 也是用撒賬的方式 然後呢 給他共同排位 不過呢 如果我們是一個殿佛人 我們殿佛的本身 就能夠超渡我們的祖先 假設我們的祖先 墮落地獄 甚至阿比地獄 也因為我們的戀佛 把我們的祖先 從阿比地獄 超渡到極樂世界 因為這一句佛號 是自然有這一種功能的 那這也是一般的人 一般的人 也是盡量提上這個撒賬 假設他執著的話 就會執著排位 而且執著的話 只是短期間而已 他不可能永遠執著 一段期間他會隨意的流轉而去 這就指一般人來講的 不然的話 你骨灰放在酒 頂多百年 沒有人祭拜啊 這是一個現實 所以你就盡量提仗 撒賬 不要跟世君的人 還佔一個 自己都死了 不在了 還佔一個位置 不過呢 這個就是要確定我們 往生極樂世界 不要留後部 那當然怎麼講 用佛這句名號 自然有那種功能 來超度我們 在地獄的祖先呢 經典上有講 經典上呢 這個阿彌陀佛就這樣呼喚 在莊嚴經裡面就說 臨迷諸去眾生類 受生我差 受安樂 接下來 慈心 保有情 如今阿彌虎眾生 是 輪迴諸去眾生類 諸去 就指很多啦 所謂這個 山徒 或四生 或六道 這一些 諸去 就是諸輪迴的諸道六道 諸去就指六道 不只是三六道才需要 民土的救度 天道也一樣 天道不論是 異界天 色界天 無色界天 的天人 天受盡了 受令道了 還是會墮落下來的 還是會墮落下來的 還是墮落下來的 所以 在滅盤經就說 衰父 得受 犯天之身 乃至飛翔飛翔天 命中還墮三二道中 犯天就是色界天 身為色界的犯天王 衰父得受犯天之身 乃至飛翔飛翔天 飛翔飛翔天 飛翔飛翔天 是無色界天的最高 他的受病最長 八萬四千大節 他的長病功夫是最高的 他如果還沒有往生的話 在這個世間 他幾乎可以飛行變化的 因為他有五種神通 假設 現在有這樣一個人物 我看 水腑變成一窩蜂 都會去朝拜 然後會去讓他摸頂 但是 對他來講 他還是凡夫 他未來的果報 就是在無色界天 可是呢 釋迦牟尼佛說 命中還墮三二道中 天受到了 還會墮落地獄 惡鬼畜生 所以他過去式的功行 修行境界很高超 讓人家恭敬 但可敬不可隨 可敬不可隨 為什麼呢 隨他的學不來 即使隨得來的話 他還是輪迴一條路 並沒有解脫 可敬不可隨 可敬可隨的 就是戀佛 戀佛不起眼 很簡單 一般人都做得到的 看起來是很低劣的 但是呢 是可恭敬的 為什麼呢 他能夠離開六道輪迴 能夠往生極樂世界 所以唯有戀佛的法門 是既可敬又可隨的 其他呢 都是可敬 而不可隨 那麼可敬的是 少數少數的人 能夠做得到的 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少數的人做得到 還不究竟不圓滿 還是輪迴 他反而是執著那一種 稀有難得的 執著 可是呢 由於他在一定的執著 導致輪迴 他如果不好奇特 不好玄妙 能夠了解這個戀佛法門 雖然平常 可是能夠解脫生死輪迴 反而呢 是一種有智慧的選擇 所以要了解 即使功行再高 上升天堂 如果沒有拖出輪迴 那都一樣 都一樣 命中還拖三二道 現在這個阿比地獄的眾生 他墮落阿比地獄 現在就阿比地獄 那麼這個佛想佛有想天 他要等到八萬四千大姐之後 才墮落地獄 在時間上有過去現在未來的差別 但是在事實上就會墮落地獄 而且時間 對我們來講 對我們來講 有過去現在未來 其實時間只是一個而已 對佛來講 八萬四千大姐也是一刹那 那這樣的話呢 非常非常非常跟地獄 幾乎是同一個地方 而且同一個時間 所以 世間無常 善的 不是永遠都是善 惡的 也不是永遠都是惡 現在的惡 他過去 或許是一個大善人 未來 也未必還是一個惡人 那麼現在的善人 過去是 過去 也承認是一個大惡人 那麼現在善人 未來 未必 也永遠都是一個善人 為什麼呢 世間無常 無常 導致 遇到什麼樣的環境 就會形成什麼樣的人路 導致什麼樣的結果 所以佛法是講因緣法 所以從這一點來看呢 追求的法 唯有選擇一個 現身能夠讓我們 解脫出生死輪迴的法 才是我們所需要的 其他呢 未必是我們所需要的 為什麼 其他都還是輪迴嘛 輪迴上天 或輪迴墮落 善惡或許相差很大 但結果都一樣 那結果一樣的話 善不是真的善惡 也不是真的惡 幾乎是善跟惡 惡跟善 天堂跟地 地跟天堂 是同死同處 所以我們 學佛要了解到這一點 理解到這一點 就會有一個決心 什麼決心呢 生死輪迴的解脫 不可以等待下輩子 必須掌握在這輩子 已經得到人生遇到佛法 那麼如果這一輩子沒有把握的話呢 所謂此生不像今生度 更像兒生度 此生 一絲人生 萬解難腹 理解到這一點 他這一輩子的學佛 就不會泛泛而水 不會把佛法當作哲學 或理論 學問 來研究而已 他就不會著眼在這一點 他會著眼在一個 能夠讓他解脫的 不能夠讓他解脫的 即使在選在妙 在高超 對他來講 還是無用的 不需要的 這一點沒有了解 接下來呢 我們還是看這個 下輩下生的啟示 第八點 看第八點 顯以此啟發一切眾生 只要念我 不得往生之憲心 而歸一向專稱你的佛名 也就是說 關鍵 下輩下生的經文 也是在啟發 所有的眾生 只要念我 就必須能夠往生 啟發他這種信心 然後呢 引導他 今後呢 就專一 承認 彌陀佛名 作為他 最核心的修行方法 前面講 一個不得地獄的人 因為念佛 就能夠呢 不得地獄而往生 反而能夠成佛 表示呢 這一句佛號 是一些眾生 上升或下乘的關鍵 沒有念佛就下乘 有念佛就上升 剛剛引用專元經所講的 輪迴珠區眾生 那素生我差受安樂 這個就是阿彌陀佛的呼喚 呼喚天上的天人 呼喚三二道的眾生 呼喚我們人道的眾生 快快 要往生極樂世界 才能得到絕對的安樂 然後又說 長運慈欽 拔有請 度盡阿彌苦眾生 阿彌陀佛 永遠的 以他的這個 大慈悲心 所以說長運慈欽 慈欽大慈悲心 拔有請 要以無緣慈 拔度 所有的眾生 所以說 長運慈神拔有請 度盡阿彌苦眾生 他要把 地獄的眾生 乃至 地獄最深的阿彌 地獄的眾生 統統要度盡 往生到他的 極樂世界 論這個阿彌眾生 剛剛有解釋到 是天底下 最 惡命的 最重的 這個 罪人 惡人 在其他的經典說 尤其地藏經 說 阿彌陀佛的眾生 他不只是五個大節 是無量節 是這個 沙佛世界 層柱壞空 毀掉了 就轉到其他的世界的阿彌地獄 繼續在受那個苦的果報 等到搜浦世界又形成的時候 他又自然的業力轉到這個 塞浦世界的阿彌地獄來 像這樣的眾生 醉也是那麼重 果報又是那麼深 阿彌陀佛呢 也要救他 也能夠救他 這顯示出 阿彌陀佛的愛心 大到沒有煙氣 阿彌陀佛的力量 不可思議到 連阿彌地獄的眾生 也能夠成佛 所以 罪人成佛 就是我們這一個法門 那麼在這個 《無量壽經》裡面 裡面就是說 阿彌陀佛放光明 到這個陰間 到地獄 地獄中的眾生 看到阿彌陀佛的光明 當下的苦報就會停止 受命禁就會往生 極樂世界 他的敬文是說 這個三二道中的眾生 極苦眾生 見此光明 皆惜休息 悟悟苦惱 受終之後 接蒙解脫 那麼阿彌陀佛的眾生 他是過去世 不曾歸依吃素 文法行善基德修行的人 就像夏禹夏生那樣 一生只有作惡 而且作惡多端的人 他怎麼還會有修行的心 還有能力解脫地獄的果報呢 這個是靠什麼 靠阿彌陀佛 靠阿彌陀佛的這個光明明號 那麼阿彌陀佛的光明明號 怎麼到達地獄 去救度地獄的眾生呢 當然凡事都是因緣 那麼其中一個因緣 是要靠陽間的親人 為他們練佛 那麼陽間的親人 為祖先練佛 他練佛的時候呢 他這個心的心力 是為了這個祖先 所以這個心力就在祖先的身上 那麼他的練佛所練的是 無量光佛 這個無量光是不受障礙的 不受地獄的障礙 所以阿彌陀佛的無量光 隨著我們的練佛 而到達我們心練的地方 我們心練祖先 那祖先在哪裡呢 在天堂 阿彌陀佛的光明就到天堂去度 我們的祖先在哪裡 在三樂道 在地獄 阿彌陀佛的光明 就隨著我們的心練到地獄去 所以說三樂道中 疾苦之處 見此光明 這些休息無苦惱 受眾所結盟解脫 因為 救度時光眾生 救度阿彌眾生 是阿彌陀佛的心願 阿彌陀佛的佛願 所以說 常願慈心拔有情 度盡阿彌苦眾生 阿彌陀佛的眾生 有兩種 一種是過去世 造作五命 現在已經在阿彌陀佛受苦 那麼一種呢 是現在 在這個世間 正在造作五命 但是果報還沒有到 等死的時候 他就 頭下腳上的 摘到阿彌陀佛裡面去 就是這兩種 那麼這樣的這個眾生 阿彌陀佛都要救他 如果已經堕落地獄的 阿彌陀佛的 那必須要靠緣 因為 他多阿彌陀佛 往往 都是很痛苦的 他的聲音跟心 只有痛苦的感覺而已 沒有其他的念頭 你跟他講什麼 他沒有心情 能夠聽 能夠體會 他只有一個痛痛痛苦苦苦的感覺 所以需要靠千言 或靠其他的緣 其他的緣就是說 有佛菩薩到那個地方 去為他們說法 去放光 去消他們的這個苦 那自己現身 照五命還沒有墮落 第一個人 除非呢 他能夠現在 回頭轉意 改頭換變 徹底懺悔 而且從今 不餓過 改過重新 重新做人 不然的話 必須等到臨終 人家幫他助練 再不然的話 已經墮落了 必須等這個千人 來為他煉佛操見 像這樣的眾生 都能夠煉佛往生 那且不是所有的眾生 沒有一個人 不能煉佛往生 所有的人都能煉佛往生 所以從這一些事理 來啟發我們 煉佛必須往生的信心 就再來第九點 選不論何人 何時 何處 何遠 何心 何數 都能煉佛 都能往生 都具煉佛功能 再來請大家分開這一本 五條件 絕對一百三十四頁 我來練 第二十點 選不論何人 何時何處 何遠 何心何數 都能煉佛 都能煉佛 都能往生 都具煉佛功能 下品下三的內容 給所有修行人 很大的啟發 很大的希望 很大的信心 很大的安慰 很大的歡喜 鼓舞 感恩 讚嘆 下品下三的擊中罪人 迫在臨終恐懼 慌亂痛苦 不安之際 只是念佛實生 便全昆轉移 常依縮佛 高登極樂 以此推論 這不論何人 何時何處何遠 何心何數 但能煉佛 都能往生 都自然具足 煉佛必有的功德 功能 與作用 一不論何人 一不論何人 男女老幼生俗 善惡 平生 林中 中陰生 三二道 二不論何時 二六時鐘 不論白天 不論晚上 三 不論何處 佛堂 房間 預測 不論靜 慧之地 四 不論何時 四容 工商 行住 坐臥 一切租圓 五 不論心靜 善心 惡心 定心 散心 清靜心 污染心 六 不論何數 從多向少 從少向多 測至臨終 出口 就戀 想到 就戀 戀戀不捨 養成 戀佛習慣 讓戀佛就是生佛 生佛就是戀佛 這是 第九點 不論何忍 何時何處 何遠 這顯示 戀佛 是非常的方便 非常方便 因為 如果送金 不認識字 不能送 沒有金本 不能送 沒有適合的地方 也不能送 有一些經典 你送的時候 必須要 身心 要清靜 然後 找個清靜的地方 那麼 咒語 也是一樣 那其他 那 拜禪 更要有人 待 參禪 要有禪師 教導 要 要 要 行善基德 也必須要 自己 有錢 有能力 而且 對對象 讓我們 不思 所以 都要講對象的 那只有戀佛 是 不用任何對象 接下來第十點 顯示為極惡罪下基說極善罪善法 故淨土法門 法是異行極制 異是無善涅槃 這還是請大家看五條陣就讀143頁 法然善人在選擇本願念佛籍 第十一贊叛念佛章說 選擇本願念佛籍在我們編的一本書叫做法然全集裡面有 選擇本願念佛籍是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但是你必須要用正念的心態去閱讀它才能得到真正的受用 裡面說 下品下生是五逆重罪之人也 而能除滅逆罪 於行所不堪 唯有念佛之力 堪能滅於重罪 故為極惡罪下之人 而說極善罪善之法 這一段的意思是說 這個下品下生的五逆重罪的人 要以其他的法門來滅他五逆的重罪是不可能的 所以說 這個於行所不堪 唯有念佛之力 堪能滅於重罪 他這樣的人 只有念佛才能滅他的罪 其他的法門在這邊的高超書聖 他一方面做不來 沒有時間 同時也滅不了他那樣的重罪 所以 下品下生就是等於是 釋迦牟尼佛開顯為極惡罪下 最下列的人 最卑賤的人 說極善罪善之法 釋迦牟尼佛為這樣的人 開示最善 極善 就是沒有比這個更超越了 所以說是最善 沒有比這個更善 那表示 念佛是八萬四千法門當中 極善 最善的 唯有這個法門能夠消五逆的重罪 接下來請看 此文在於顯明 念佛功能超絕 能滅 極惡重罪 所謂 念佛功能超絕 超 就是超越 絕 就是絕對 這個超絕兩個字呢 是顯示 念佛 是超越所有法門 甚至是絕對性不可能比較的 所以叫做超絕 所以叫做超絕 接下來請看 最讓眾生根基 所謂千差萬別 可歸那為四種 一 立根無命罪 如阿蘭等 二 頓根無命罪 如盤陀等 三 立根造命罪 如阿舌士王等 四 頓根造命罪 如夏平等 這是以四句來說明 立根的有沒有造罪業 還有頓根的有沒有造罪業 來比較的 這是從根基上來講的 再來 若論法門數量 雖為八萬四千 亦可歸那為四 一 聖而非益 如華天禪密 二 益而非聖 如淨土要門 三 非聖非益 如小聖阿涵 四 益聖益益 如弘願念佛 第一 聖而非益 如華天禪密 意思就是說 就是華言宗 天是天台宗 禪是禪宗 禪是禪宗 這四個宗派 在八大宗派當中 是比較盛行的 他的教理是很殊勝 但是一般都做不到 所以他殊勝而不容易 就難行道 再來一而非聖 如淨土要門 淨土中分兩門 一個是要門 一個是弘願門 要門就是要發伯地心 要修諸功德 六度萬行 要回向往極樂世界 這是要門 這個呢 容易 為什麼呢 你做一件善事 做一件善事 做一件善事 也是六度萬行之一 回向也能夠往生 可是呢 因為沒有完全信順 要靠謎土的救度 專門靠謎土 萬得洪名 所以 往生 到極樂世界 是到什麼地方呢 在太公裡面 極樂世界只有一個土 叫做爆土 那麼有兩個境界 一個是胎公 胎公是批譽啦 批譽說 他還不能見佛文法 好像在母親的胎子裡面 還沒有出生 能夠見天日 那麼一種呢 是專稱彌陀佛領 有彌陀萬得的萬得 那麼到極樂世界 就能夠立刻 見佛文法 不在所謂胎公裡面 這兩種境界 所以 能往生 但是 不殊勝 那麼這一種教理呢 是比較迷信 必須要融會貫通 無量壽經跟 光用壽經 還有主詩 的這個 產世 才能夠理解到 那麼第三分聖 非義 既不是很殊勝 說他呢 略 不是略 也是很殊勝 可是呢 跟大聖來比 沒有大聖的殊勝 那時候呢 困難 也不是很困難 可是呢 也不容易 那個是小聖的教理 就在阿罕經典當中 所講的 第四 義勝義義 又是 如意 又是殊勝 這個就是 弘願念佛 也就是淨土中 弘願門 所謂弘願門 就是指念佛 所謂弘 就弘廣 廣大到 沒有一個邊際 廣大到 即使 五位二人 會墮落阿比地獄 臨終 十段一段 也能夠 仿生極樂世界 這叫做 弘願門 那如果要門的話呢 那就不能 要門要修 靠他自己的力量修 其他的法門來回向 那現在這個人呢 他要臨終了 他沒有時間 而且他根基很拙劣 他本身又很苦 他要隨其他的法門 絕對不可能 可是只要練佛 那剛好練佛他做得到 剛好練佛 就是這句佛話句 萬德 在裡面 他當下一遍 當下就接收了 阿彌陀佛的萬德 這個萬呢 不是數目自得萬 這個萬是具足 具足能夠成佛的意思 具足能夠成佛的功德 具備消越障的功德 也是圓滿超越的意思 圓滿能夠成佛 超越對到輪迴 所以說建築法門 是橫超的法門 是超越的法門 那麼這一句 萬德鴻鳴 那麼阿彌陀佛 又是阿彌陀佛 在因地 法障菩薩的時代 他呢 經過五節的思維 然後圓滿這四十八個大院 的藍圖 又經過趙宅永節 去祭祀菩薩無量得行 來圓滿這四十八個大院 圓滿四十八個大院 就是圓滿了三個 第一個 圓滿了他 成為 那麼阿彌陀佛 這樣的一尊佛 第二個 圓滿了 極樂世界的這個建土 也就是暴徒 第三 圓滿了這句名號 可以送給所有的眾生 這句名號是為所有眾生 使用眾生所完成的 這句名號呢 是把阿彌陀佛所有的功德 都融設進來 只要我們專稱魅陀佛領 自然呢 就在啟動 這一句萬德鴻明的功能 只要我們 現實魅陀就是專稱魅陀佛領 就等同 兩奈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的造災用絕 所即止菩薩 即止的菩薩無量得行 那麼阿彌陀佛所做的 他是清淨的 無微無露的 不生不滅的 那麼我們所做的 我們所做的功德 要跟阿彌陀佛的功德 怎麼能比呢 不能比 那阿彌陀佛的功德 要怎麼擁有 就要專稱魅陀佛領 就能夠擁有 所以這兩個的差別 一比較 差別就很大 所以善導大師說 眾行雖明是善 若比戀佛全微比較 完全不能比較 就在這裡 那麼一般理解是 他只是戀佛而已功德很小 不像人家 持種種的戒 修種種的苦祥 送很多經 拜很多燦 而且根基銳利 能夠深入經障 能夠善臺講經說法 其實不是的 都不如戀佛的人 還是戀佛的超越 那麼這一點呢 也就是 一般思維相信 不來的 怎麼講呢 善導大師之所以 寫觀眾師貼書 就是因為 那個時代的幾個 很有名的大師 都很深厚 但由於 不了解 阿彌陀佛的 救度的道理 都是站在 自己的立場 自立的立場 然後 以自己所領悟的 去解釋 淨土的經論 結果錯誤了 導致很多人 都不想念佛 所以善導大師 不得不 太軟的來寫這一部 觀經思帖書 觀經思帖書 出現之後呢 因為 主見 念佛的人 最多了 所謂 念佛之聲 因緩長安之城 使得緩成斷肉 這個都是起因於 善導大師 接下來請看 論章 為極惡罪下人 說極善罪上法 即是顯明 否出示本懷 人 名極惡罪下人 極惡罪下人 即是念棒 顯明 極之真實相 極惡罪下人 沒有比武力棒法 更下淚 更悲賤 更罪惡的 那麼顯明 極 極就指我們 我們的真實現貌 就是這樣的 而這樣的人正是 阿彌陀救度的對象 這樣的人 沒有阿彌陀的救度 才能夠 避免三二道 才能夠 永迫輪迴 甚至快速成佛 不然的話 只有阿彌陀的分 再來 法明 極善最善法 極善最善法 極是念佛 顯明 法 真實相 所以在這裡是說 兩種現象 一種顯機 一種顯法 機 包含命棒 包含命棒的話 表示所有的根基 都是民主的對象 那法 只有一個就是念佛 那如果念佛 能夠救度所有的根基 可見 任由這一種法 是極善最善的 就是善的最高超 登峰造極 接下來 此基法二重 彰顯 進途中 乃佛法 登峰造極之教 以敬而言 是進途三部經的中要 以遠而論 乃佛教一代經 就是本懷 釋迦牟尼佛說了很多的經典 其中 淨土三部經 是淨土中的核心的經典 那麼 從遠的來講 釋迦牟尼佛所說的其他的經典 也是在顯明 《淨土三部經》的 那《淨土三部經》在講什麼 在講這一句名號的功能 那可見 釋迦牟尼佛所說的一代經 它也是這一句名號的註解 也是為了倒歸大家 中一認這一句名號 所以說遠的來講 是佛教一代經的本懷 這個很容易可以理解 佛出現在這世間的目的 目的就是本懷 是為了什麼 就是為了守法 那守法為了什麼 為了度眾 不然守法等於在顯明到隨問高口才好嗎 所以都是為了度眾 那度眾 像我們這種根基 一看其他的宗派 其他的法門 我們都學不來 那只有戀佛能夠學得來 能夠讓我們受用 讓我們解脫 那岂不是戀佛就是佛的本懷 佛的目的 因為它能達到救度所有眾生的效用 因為像這種道理 必須融會 正如三間 同時要 依循散導道士這一個法脈 才能夠理解 接下來 十五點 顯 謎土悲舊 根基極低 極惡最下基 分法極義 乃至實戀法 利益極高 往生成佛義 這一點是在講三個 第一個講基 第二個講法 第三個講義 利益 這個看文字就 小的 小的 阿彌陀佛的 慈悲的救度 根基 根基 最低 極惡最下的根基 也要救度 這個是講基 講眾生 那法是乃至實戀的法 那麼利益呢 不但使他離開三二道 甚至離開三界佛宅 更能夠往生 那麼往生極樂世界 極樂世界是暴徒 暴徒 那暴徒顯示 他不經過時間 也不經過品味階級的 因為暴徒是不生不滅的境界 是不假造作的境界 所以進入暴徒 就直顯佛性 直接佛性顯露出來了 他沒有經過時間性 經過結位性 那極樂世界是暴徒 如果以天台中來講 他判定極樂世界 是凡聖同居土 因為赤子道師在這個 《維謀經》裡 判十方的淨土有四種 一種是長吉光 一種是時報莊嚴 一種是方便有餘 一種是凡聖同居 那麼極樂世界在這四種土當中 是屬於什麼土呢 這德道師判為是凡聖同居土 而阿彌陀佛是化身不是報身 那麼這個是錯誤的 所以聖導大師就引經據典來證明 不是凡聖同居土 而是報土 阿彌陀佛是報佛 所以有引用幾部經 引用大聖 這個大聖經 大聖同聖經 還有無量壽經 還有觀無量壽經 來做證明 這個在我們這個觀經事帖書裡面 散導大師都有顯表 在我的那個綱要裡面 也有解說 所以論地義 論我的地義來講 是能夠讓我們 往生成佛的地義 所以敬主法門的殊聖 必須要看散導大師這個法脈 如果看禪宗的解釋 華言宗的解釋 天台宗的解釋 或為世宗的解釋的話 那就不準確了 不正確了 甚至是錯誤的解釋了 那也可以說 我們中國 敬主宗的流傳 到了唐朝末年宋朝以後 所解釋的敬主宗 往往是錯誤的敬主宗 為什麼呢 宋朝以後散導大師的著作 就不在了 存在的只剩下往生禮戰 那往生禮戰看到的人很少 還有被引用的 只是懸疑分的部分 的這個條文 其他的看不到 雖然以後解釋淨土中的 最多的就是天台宗 那天台宗 就以天台的教理來解釋淨土的 所謂即興煉佛啦 或三子三關的煉佛啦 這些都不是淨土教理的 尤其是把阿彌陀經 一心不亂解釋成為功夫上禪定上的 一心不亂 或者是斷除 煩惱破除無禮的事 一心不亂理一心不亂 完全都是錯誤的 根本風馬鳥不相及 因為一心不亂跟那個一等關係都沒有 一心不亂它很簡單 只專一不二不雜的念這一句名號 就這樣而已 自自然遠就有阿彌陀佛的慈悲佳佑 所以這個阿彌陀經 每次五一大師寫這個阿彌陀經的彌陀要解 解釋的裡面呢 有一些都很好 但是呢 有一些地方也誤解了錯解了 都沒有善導大師這一個法脈的純正跟純粹度 那麼現在善導大師這一個法脈 回流到我們本土也只不過是近一二十點的時間而已 因此不管出家或者是在家接觸到的還不是很多 那不是很多一開始講這個法門 或一開始接觸聽到這個法門 就會打一個問號 怎麼跟以前所講的不一樣 是啊不一樣 我當初隨佛隨淨土法門也是傳統性的 一接到這個法門一開始也是很訝異 然後呢 經過棄而不捨的深入去了解 才曉得 我有善導大師這一個法脈 才是純正的淨土宗 就可以這樣斷言 那如果不專門研究這一個法脈 來跟其他講淨土的教理來比較的話 他不看這樣的 鏘槍有力的鐵口直斷的 直地有聲的 說正粹或不正粹 因為他不曉得嘛 他沒有把握 他以為都是主事大德所講的 都是以佛法來解釋的 所以雖然有區別 但都是屬於淨土教理裡面的 不是這樣 那是錯誤的 接下來請看十二點 像 像這幾段詞句 三葉無公 或者是絕對他力 或者是名號獨運 稱領獨打 一般如果沒有學這個法門的 這幾個名詞 是沒看到沒聽到也不了解的 但是這幾個名詞 倒是淨土中的內涵 也是淨土中的特色 一個法門一定有它的宗旨跟特色 如果沒有它的宗旨的話 就不能形成一個法門 因為這個法門沒有目標 沒有方法 自然不能形成一個體系 也不能完成它的理論 所以必須要有宗旨 然後呢 要有特色 你這個法門跟其他的法門相比較的話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這些不一樣的地方 是比人家好 還是比人家差 這個就是特色 那如果沒有特色的話 那都一樣 那何必來學這個法門呢 一定有它的特色的地方 那淨土法門的特色是什麼 如果用一個字來表達的話 就是容易 容易 那用兩個字來表達的話 就是易勝 容易又輸勝的意思 如果容易但不輸勝 那可又可無 那假設呢 輸勝不容易 那我們高攀不上 望塵莫及 只有望養星探而已 所以淨土法門呢 是易行道 易行道本身 也是輸勝的法門 所以它這個易 不單單只容易的易 還包含殊聖的聖在裡面了 那如果還在講特色的話呢 那就是講他力 他力 不是你我他的他 這個他 是指阿彌陀佛 只有阿彌陀佛的力量 完全靠阿彌陀佛的力量 從沙婆到極樂世界 百分之百 而完全全 就是靠阿彌陀佛的福利 勇力 勇力 功德力 我們一點力量都靠不上 為什麼 我們的力量 我們只有業力阿 我們沒有輕輕的功德 那有的人說 淨土法門是惡力的法門 所謂惡力就是自力跟他力 自他惡力和和 甚至用批評的說 好像一隻鳥要有雙個兩個翅膀才能高飛 車子要有左右兩輪才能行走 所以往生極樂世界呢 有阿彌陀佛的力量 也要有我們的力量 當然如果從某一個角度來講 也可以說得通 但徹底來講的話 都是彌陀佛的力量 為什麼 極樂世界 誰創造的 阿彌陀佛的創造 沒有適合加上我們的力量 或者是行善功德 在裡面的 那麼阿彌陀佛本身 他的成果 也是靠誰的力量 靠他本身 我們也沒有加上輔助他一點功德力量 那我們到極樂世界 雖然我們有發願願生彌陀淨土 有念佛專生彌陀佛餉 所謂性願行 深信切願力行 所以從發願來講 從念佛本身來講 這是我們自己的所做的 這是我們的力 但是呢 所謂這樣 我們只不過是隨順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呼喚說 你們十方眾生 素生我少受安樂 我們隨順他的救度 我們答應他 我們接受他 是這樣而已 所以我們願生彌陀淨土 然後阿彌陀佛說 你要乃至十殿的 念佛 乃至十殿就是說 上近一輩子 還有下至臨終的十殿一殿 所以乃至一殿就是遇到這一個法門 那就之後呢 專一不雜的 念這一句彌陀平號 所以從這一點來講 是隨順阿彌陀佛 那麼從沙婆到極樂世界 都是靠阿彌陀佛的力量 好像從此岸要到彼岸 是做這一條船 完全是這一條船的力量 我們只是隨順這個船主人 船主人說你們上船 我把你們載到 涅槃的彼岸 那怎麼上船呢 你念佛就是上船了 所以我們就是念佛 做上彌陀的本願船 那從 蘇婆的此岸 到涅槃的彼岸 都是船的力量 不是我們的力量 那麼從這一點來講 豈不是是完全的佛力 是絕對的他力嗎 何況我們所念的佛 還是阿彌陀佛所完成的 我們念的時候呢 還很懈怠 念的時候呢 還是妄想雜念 可以說我們之所以 能夠往生極樂世界 完全是這一句名號 單獨的運作 所以說名號獨印 稱領獨達 那麼這一點呢 就先講到這裡 拉摩阿彌陀佛 拉摩阿彌陀佛